假設我今天 的物件呢他必須接著點在一起 可能他必須疊在一起像我在網路上的範例 我就用那個三視圖 馬桶的三視圖 有上視圖 車視圖跟前視圖 那我分別個別做完之後再把它疊在一起 那我這邊 簡單操作 我這邊做三個基本圓形 一樣舉行 R11 矩形 10 OK 那我再畫一個 半徑為 5的圓好就直徑10啦OK 他再來一個 畫個三角形 10 邊桶也給他10 OK那我希望待會這三個我要疊在一起 那我就先把它好先分開放 那我們看一下 做圖塊 好名稱先自訂 點選 我希望這邊當我的原型好了 選取物件 好這三個都要 三個都要 在圖塊編輯器中開啟 好沒問題 好進來這邊了 那我們看一下 第一個呢先給可見性參數 可能先放在這個地方好 那我再編輯可見性的狀態喔 好像這邊點檔下也是可以 根名 正方形 正方 行 OK 他再新建一個 圓形 圓形 再新建一個三角形 好像名稱呢就是要方便你辨識 如果你們今天是一些 管件啊那種零件有沒有就 可能可以定義他的 像用尺寸來定義也是可以 分角形 好那這個色為目前的 圓形色為目前的好了 因為我剛是用圓形的圓形對不對 好確定 那我們現在來 控制可見性的 控管喔 我現在圓形對不對 是不是三角形跟矩形不能看見對不對 所以我就先把它 使不可見 Enter 他們看不見沒問題 那我現在切換一下 正方形 是不是兩個看不見 OK 那再回到三角形 好那一樣 圓形跟正方形看不見 那我就是說 我的 幾何是先分開畫好 那可見性的參數控管也是分開先做好 等到我做好之後呢 我再把它疊在一起 好疊在一起喔 好在我現在呢 做移動的動作 M移動 OK 那這個呢 移動 M移動 到 把這先這樣就好了 因為他圓形不太一樣 放這邊 關閉 好儲存 OK 這個呢 就可以這樣子做切換 就你在這個地方 好是這樣子 所以你今天可能有 好多一些管件的尺寸 或是一些 零件的尺寸 你可以先分開做 不然你當你說到圖 可能 好複雜 怎麼都疊在一起 他是拖的方式喔 先分開做完 最後再做集結動作 好這個方式 好嗎 好嗎 好的